在过街天桥上用手机拍晚霞,然后发到朋友圈,这是爱美的天性,也是最便宜的自由,成人不自在,自在不成人,风景一直都在远方,等待有钱,有闲的你,别慌,挣扎,倒霉,挫活之后的自由,才能更爽。 有一个导演叫张成,拍了一部电影,说走就走,知不说再见,彻底放飞自己了,没故事就吹牛的青春,没道理还共生死的友谊,没商人必须拍的风景,都是他自己喜欢的,观众喜欢不喜欢,随便看自己手机拍的晚霞,看张成导演任性拍了酷车,酷女,酷草原,酷沙漠,酷雪山,酷哥们儿,那一个选择,都是在大城市里,让忙碌的心,来了一场说, 走就走的旅行,没有谁比谁更高级,说走就走,知不说再见这部电影,你要是非看故事,智商肯定不爽,傻偏,但你要看情绪,这电影,走心,充满了最真实的渴望,你渴望不渴望,自己有颜值,有身材,还是领导,你渴望不渴望,大学四年,你宿舍里有三位室友,一位是富二代,提供你敞开挥霍的钱包, 一位是傻愁壮,甘当你是欢家后的小弟,一位是耸雪霸,衬托你颜值无敌的魅力,你渴望不渴望,富二代,傻愁壮,耸雪霸,不管你怎么套路,跟他们仨,都对你不离不弃,不管在哪个场景下,永远不抢你的C位,不管你怎么无耻,他们都仰望你的格调, 因为你的格调是雪山,是草原,是蓝天,是白云,是情怀,片尾,最后一个镜头,是牛俊峰饰演的陈霄,在雪山之巅,一个人,镜头越拉越远,直到他从特写的主角而光环,化为一粒苍茫世界中的尘埃,象征这对自由的终极渴望,无论你特别在意,或者特别不在意,别人对你的评价,都要经得起时间的沉淀被主搭车推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